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分辨的话 舌苔薄的 我们把它形容成冰箱的冷藏箱 如果舌苔厚 你远 远 远 远滑的 如果舌苔特别厚 越厚 要代表它冰箱的程度 就是它体内寒湿越重 能够我们举个例子吗 就没有看到过什么样的病人是这样的吗 有的 好比说就拿这个气管炎 大家都明白气管炎吧 气管炎到冬天为什么就加重呢 气候寒冷 它本来就没有火力 本来就是阳虚 冬天呢 这个气候一冷呢 血得寒者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天气冷了以后 人的血就循环的慢 人的血就走的慢 走的慢呢 它的气力就更加不够用了 所以说这样的气管炎呢 它就会出现那个一度 走路快了 它就会喘 但是它弹少 它只是喘 它只是喘 它弹不多 这样的就是说气虚 但属于气虚 但同时它也是因为冷而造成的 也叫阳气虚 但我为什么听到一些朋友会说 说 医生都说我公寒 我也一直都在研究 公寒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在座的阿姨们知不知道 公寒 所以公寒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不孕症啊 或者痛经啊 这个就是女同志 一般的讲呢 月经往后挫 我说推了四几天 甚至说一两个月来一次 来的时候呢 那个月经的颜色是淡的 而且会一来就开始肚脏肚子痛 而且痛的还特别明显 严重的 这就是阳虚 哦 这个也要分清 阳气虚和湿湿下的 我还是 比如有一些女性哈 对照镜子说我舌头就是这样的 我想判断我是不是公寒 或者我是不是一个冰箱型的人 还有什么外在的表现吗 他会怎么样呢 外在的一般就是看上去 就是说特别 美精打采 阳虚嘛 它就显得怕冷 还有点怕冷 别人穿的衣服可以 他就要穿别人穿的很多 这种阳虚的病情 尤其脾胃不好的一般大便不成形 大便是软的 大便次数多 甚至五根蟹更是阳虚的 早上起来容易拉肚子的 这是一种 还有就叫唐蟹 大便不成形 也是 也是 如果说刚才听完了 你觉得我就有这个 比如说有点痰多 我有点知气寡言 或者说我那个都特别怕冷 举手示意我 我们让李尔现场给大家判断一下 是不是您就是一个冰箱型的人 好吗 那个阿姨 你来 那个绿色的毛衣的大姐 来 来这边 大家看它就像刚才那个 我说的是阳细虚的 比较 是太薄的 你看这边也有缺续 你看它蛇 边缘都有一个一个的小棱 一点点的缺续 缺续 这代表它是什么呢 属于阳气虚 阳气虚的冰箱型 就属于冷藏型的 对对 它没有那个实实在的 那个含湿气那么重的 还没结冰呢 就是不会出现 关节痛啊 还是什么的 是 是是 哪有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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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感觉它比别人有点怕冷 太冷吗 一般吧 但它这个冰箱型 可能会有什么隐患啊 您告诉我们大家 而且现在就是 也是晕嘛 也是气血淤滋不通 会有 说不定哪里会有疼痛 今天这种情况 不会 也要是有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吧 就是这个脑子 就是有点不舒服 它一干活什么 它就好一点 而且早上起来 必须得吐痰 白痰 我们说的还是 白痰就是阳气虚 你还但是没有像 我说的那种 我说的那种 识寒的那种 都能突一 不是不是不是 反正每天玩的一两口 每天就是说完口 老是起的卡卡卡 算不上痰多 算不上痰多 是那么配 对对 如此得到了印证 每人早就说痰 说明了您就是冰箱型的 大家都明白这个痰 就是识 中归中医有这句话 要白痰清 黄痰重 如果吐了红痰就要了命 白痰是清的 放心吧 白痰是清的 白痰是清的 一会儿我们再告诉您 需要生活上 有些什么条理 好不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阿姨 它好像还挺圆润的 我看舌边缘也挺不错的 这位也是 后背怕梁 后背怕梁 所以它叫阳气虚 但是你这个还是不重 我再提醒大家 如果你认为我这里痛 那里痛 如果你去查血 能查出来有风湿的 那是外来的 风还是进入你的体内 它就能查出来 这叫有形之间 但像阿姨这种胃有点凉啊 什么的呢 查不出来问题 就叫无形之间 无形之间冲不了 无形的因为阳气虚通不了 这是西医查不出来问题的 就是你内部不协调 所以说它才不惨通 那阿姨说了 它是胃有点怕梁 背有点怕梁 然后呢 大便有点不成形 对 那如果我们跟冰箱 对照起来的话 阿姨会有什么样的隐患 或者说要注意点什么问题 你看到 它的形状不像生龙火虎 不像那个很阳光的 这个时候就要给它瘟 也就是说 冬天 就看着您不太壮 吃点姜 吃点山药 大枣这一类的 来让它的形状 形犀 来像阳光 就不怕冷冷的状态 开启 可能您就要注意 行不足着 温之以弃 就是说 吃喝吃温的 而且已经这个需要泡脚 泡脚会好一点 用单规 红花 加醋就可以了 煮水泡脚 一会我们会再做一些具体的方法 我每天都吃蒸 炒姜吃 每天都炒姜吃 每天都炒姜吃 他吃这么多姜好吗 会不会过呀 出冬养婴 也不要太过 冬天也得想吃点 是吧 我吃姜多了 这个味是不是都受不了了 辣那种 是 是吧 对 我说你们两个病 按照我的观点 你们两个都 还算不到 真正的冰箱 就别说您要温补 您就使劲吃姜也不行 等一周吃两次就得了 行吧 您都记住 向最佳状态看起 对 慢慢的来消理 谢谢阿姨 谢谢 谢谢 各位朋友 我们养生堂节目呢 现在正在发行 光盘的健康大礼包 送礼送健康 健康尽在养生堂 进入我们的光盘销售热线 自零零七零零六零五零 参加本节目现场互动的观众 将有机会获得由鲁花集团提供的花生油一桶 我们现在城里人和农村人还是有不同的 真正到农村里边那个老气管炎 老少船病 老疯寒腿 老胃病 老心脏病 他们这样的阳虚的病人 如寒湿的还是比较多的 在城里人 你看他们像冬天有暖气 夏天有冲调 吃得好 冻不着 阳虚就几乎 不是那么多 但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一句话 这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冰箱 军医首先讲阴阳 大家要明白什么是阳 阳就是 用 就是说在运动 活动 这就是生命 这就是生命在运动 这是阳气 这是阳 你会做生意 也是阳 行不足者是什么样啊 行不足就是看上去 眉睛打财 怕冷 别人穿衣 一件衣服可以了 他穿着 连衣服都不够 这样的病 尤其 产后风 大家都明白 胎前一梁 产后一文 为什么 是行不足 他怕冷 别人都怕冷 他怕冷的人 别人穿着 西服就可以了 他要穿着棉大衣 这样的人就叫行不足者 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于老年人 大家可能都发现了 上了岁数的 都要穿着 脸砍尖啊 毛背心啊 就是想保护自己的前胸后背 是不是也算 是这个道理 阳就是做 人 阳 也就代表 两个火 就是人要有 军火和香火 军火就是新火 新火好了 大家都明白 心情好了 是不是吃饭 就是吃得多 人老了 吃得多 能吃饭 是不是才能长寿 才有抵抗力 这是军火 香火 实际上就代表 行不足 怕冷 没有香火 香火实际上 就是和胆 和肾 和腰子 我们中文 土话说 这个腰子 很有关系 如果香火 香火旺盛的人 不发冷 冬天都不发冷 新火旺的人 他能吃饭 这就不叫阳虚了 所以现在的真正阳虚的人 我的观点是 很少 那你上面也写了 如果是行不足者 就需要用温来裹 包括刚才您给 那两位阿姨说到 让他们吃点姜 包括给他们一些 健脾味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看 这个食证 如果说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 冰冻型的人 就是韩式的人 要吃生姜和干姜 怎么个吃法 要是虚的 最好用生姜 氧气虚的 没有体内 没有那么多 就刚才那个 穿过衣服的阿姨吧 对 就用生姜 生姜 没有那么多 韩式的垃圾的 你就要用生姜 你很明显的 有老脂肪炎 老哮喘 老风湿病 老胃病 韩式很重的 还是干姜 哦 干姜汁 有一些现成的这样的饮料 药店有 可以 药店也可以买到 这样的干姜 我们来看看 慎阳虚 哇 这个用药有点亮 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很啊 这个就是哈 呃 女同志 因为子宫寒 老不怀孕的 已经往后推的 颜色淡的 用这种药 很快怀孕的太多了 呃 很快把这子宫暖起来 嗯 但是如果是太厚力的 那是实实在在的寒 光补就不行 还要加上温通的 三七参是最好的 哦 三七参 其实大家可能经常在家里会看到卖三七粉的 这是一个事儿吧 三七 三七 它的全称也就可以叫三七参 因为它有强心的作用 嗯 它有通 温通的作用 还有止血的作用 止血而不流淤血 是三七的最好的特点 那这三七应该是活血化淤 活血化淤 还有不流淤血 它怎么会用到这个 它就是它姓温 所以它温通 它适合于什么样的人啊 三七 适合于就是阳虚 有寒失需要温通的这种人 呃 比如说 公几个例子 比如说公 止温寒 寒失去比较重的 嗯 越境往后错 嗯 越境来了那个 那个肚子会痛 哎 我曾经是一个 我的学生的表姐 在深圳吃了五年 就是不怀孕 我一看它那个舌头 最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 舌头是淡的 它是厚腻的 我就开这个温通的方法 用温通的方法 它每天吃下去 大肚子会拉肚子 结果把那个孩子就拉出去了 没到一个月就怀孕了 我来生个男孩 哦 而且我对那种 不怀孕的舌胎 一看薄的 让它吃肉胎膏 那都是很快就怀孕 所以我就是说 如果你要看它 舌胎也有一点 也不是太厚 舌头还是淡的 也是阳细区 这个就等于说 介于这个轻重之间了 你看刚才那个阿姨 把红衣服那个阿姨 它就至于这个轻重之间了 你就可以 又让它吃一点 肉胎膏 肉胎膠这一类的 又让它再加上 稳同一下的 少吃点三七粉 也比较适合它 是不是 哎哎哎 哦 那阿姨 您可以回去 稍微备一点三七粉 就泡水啊 换到 就有胶囊的 就可以吃 另外 凡是阳细 阳绪的人都可以用这些 当归啊 红花 加的醋了 酒了 泡酒 而且 珠三礼 凡是阳绪的人 都可以用二条 温酒 珠三礼 珠三礼这个学位 大家都应该明白 珠三礼 我们好看 你看阿姨就马上开始找了 大家都能找到珠三礼吗 都能找得着 还有 尝尝我们节目的 如果你不是阳虚的 就是不是 不是阳气虚的 是实在来的 有寒虚的 河骨 不管什么病 肚子痛也好 感冒也好 头痛也好 嗓子痛也好 点河骨 使劲点 使劲按 就是 寒虚 寒虚的人 那不是面口河骨收 对 那怎么会跟寒虚结合 他不知自面口啊 他同样的 肌肤症 同样都可以的 就肚子疼 也同样可以 但是 他是因为受凉 肚子疼 对 他是受凉 从表入里嘛 他是这个节表的 哦 面口河骨收 他就 交给我们一个小方法 如果你是受凉了 突然间肚子疼 就使劲按揉这个河骨穴 我上次 从北京回深圳 就是因为坐空调车 上去以后就咳嗽 我明白 空调 咳嗽的时候别人都要反对了 我没办法自己点左手点右手点左手 一会儿功夫 我喊一周咳嗽没了 他就是节表 实实在在地喊的 哦 亲身体验 对的 你要说就感觉自己感冒了咳嗽了 左手点右手 右手点左手 一会儿喊出来以后 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试过 说李医生你能不能 呃不是要让我感冒过 至好可以 两个手点了他的河骨 几分 没有三分钟 他好了好了 我汗下来了 就这么简单 他肯定疼得 嘶啦啦乱叫的 哈哈哈哈 我再给大家声明一下 简单告诉大家 这个河骨的正确取血 大家都认为是在这个 是在这个这个凤中间 有点误缺 要向 要向这边稍微靠一点点 往第二掌骨 往这边稍微靠一点点 这个经过线是在这里的 不是在这中间的 要靠左边一点点 你自己就感觉到 下骨对面了 哦不是在凤里的 是在往上 随便来一个 我们来找一个 穿黑衣服的 红衣服的 好 大家都认为是在这里的 其实你看 没有多大刺激性吧 你看 稍微往这边一点点 特别吵 如果要两边试一下 你看 你要不要三分钟 你肯定会出汗 就把这个寒气驱赶出去了 所以说我在 火车上的咳嗽了 麻烦就是着凉嘛 很快我就喊出来 就不可 真好 焦龙找到真正的 左骨却在哪 找到了吧 你闪吧 进去按这 对 按的位置不对 现在知道了 在这 就是不一样吧 往这个守备的地方来走 好 谢谢 谢谢阿姨 如果是虚的话 你最好就是点 点按 或者温揪 水产里都可以 那今天我们大家看到了 这些如果说你是 首先判断自己是冰箱型了 舌脂很淡 那你要对症了 你是实症啊 还是虚症啊 而对症有一些方法 可以使用 因为人的舌头 是人的全身的缩影 那看冰箱型 就对照今天 我们的图片就好了 养生糖 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搭照调味品 种类众多 营养价值 却各不相同 所以说 这个醋